所以當然他們商量之後 就讓媽媽去了這個安養中心這樣子 然後常常會打電話去 然後媽媽在電話裡都會說 就是愛聲叹氣 我這個這裡痛那裡痛 我胃也不舒服 我吃不下 這邊人都對我不好 就一直抱怨這樣子 然後他們當然也會擔心 然後就另外同步去詢問說 裡面的工作人員說 到底媽媽在這邊的狀況怎麼樣 可是截然不同 就是說那邊的工作人員回應他 就說不會啊 你媽在這裡還蠻開心的 對 就是 她是心 就是精神 精神 各方面也都不錯這樣 那他們就覺得說 到底是誰說得對還是錯 一定總是要抽時間去看一下 好了那就剛好趁著 最近有一次就是 安養中心他們要辦慶生會 那他媽媽是壽星之一 那他們打電話去跟媽媽講 就騙他說 我們這次因為家裡有事情 可能沒辦法去看你 然後那他媽媽就又很失望了 又在那邊嗨聲淡氣 然後說你們如果不來 我就不參加了啦 怎樣怎樣 那好啦 那到活動當天呢 他們兩夫妻其實是有去的嘛 就在門口已經快到了 又打了通電話 就問媽媽說 媽媽他們真的都辦得很熱鬧什麼 你還是去一下啦什麼什麼 然後他媽媽就說 沒有啦 你沒有來 我就沒辦法去啦 好啦 妙了 結果人到了現場 透過那個玻璃窗看進去 他媽媽穿戴得非常漂亮 這個洋裝還擦了口紅 然後在裡面跟大家在那邊 社交人員 在那邊玩來玩去這樣子 那他們覺得說 真的是放下心中的大事 就是說其實呢 就是也不要就是一直覺得說 用自己想像的那個模式 或想像的那個樣子 就算了解了